刚刚发生了泰鲁阁号翻复了意外呢 今天上午又有一辆台铁的自强号列车 说在行经苗栗站附近的平交道的时候 让司机员发现前方遮断器被撞坏了 轨道上头甚至还躺了一位机车骑士 以及一个老先生 紧急的将列车给刹车同时通报 还好的是当时这列车是刚刚出站而已 车速不是太怪 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事故 而目前初步了解 说这个老先生疑似是身体不舒服 摔倒在鸡轨上头 但目前送医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稍微更多内容我们随时为您插播 而另外呢再来看到的是 在台南这边说今天上午的时候 左证区传出有一名台铁下游包商的工人 在工地里头被电箱给压住 而当时也造成他的肋骨断裂 甚至心脏破裂 更多内容交个智慧 好的直播都外面可以看到呢 在货车跟电箱中间是正在操作的工人 当时呢他是要把电箱吊挂到货车上 没有想到在吊挂起来的时候 电箱去撞击到旁边的电箱 结果就朝工人身上压上去 400多公斤的重量 全部压在67岁的工人身上 我们来听一下消防队员的访问 网者被电箱压住 那他们已经用吊车把它脱离了 然后我们现场 同人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欧卡 没有呼吸心跳 那胸部的话 他肋骨好像有断裂的现象 那我们在现场就帮他实施CTR 追起意外呢 是发生在左证区上午7点多 那么他是一名台电下游厂商的工人 因为在施行吊挂时呢 撞击到另外的电箱 才直接压在他身上 消防队初步检释 400多公斤重的电箱压断肋骨 造成心脏破裂 救出时情况不乐观 那么送医急救后还是死亡 目前除了通知承包商跟家属之外 也要通知劳工局来调查 是否有公安疏失 那么像是我们转过到的最新情形 好 再来看到 是不是真的治安这么差 在苗栗市区处有营楼被抢 那老板娘就讲了 都已经是强化玻璃了 你看竟然呢 就有人经过之后拿起榔头 朝这玻璃一敲 然后抢了东西赶紧就走 而事发呢 就在昨天晚上的八点钟 当时这个嫌犯拍到他的人 可是问题是他戴着全教室的安全帽 而且看得出来 刚刚他拿了东西之后 马上就搭上了旁边 要接应他的机车给逃逸了 总共抢走了11辆的金氏 员工冲出来 已经慢了一步 七楼内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左顾右盼 接着他拿出榔头 往橱窗猛砸 从破洞中抓出一把金氏 巨大身上附近邻居 也走出来查看 而同伙嫌犯已经在旁等待 男子立刻跳上机车 骑车扬长而去 电源冲出来时 已经慢了一步 听到声响 邻居才知道原来是隔壁店家走抢 事发后店家忙着收拾 余计有存 橱窗玻璃被砸破 店家把其他金氏犬收起来 7号晚间8点多 苗栗市中正路上这家营楼金蝉抢劫案 当时两名男子 共乘一辆机车犯案 过程不到一分钟 当时在店内的员工 被下市立刻报警 一共损失十一两黄金 金额约六十万元 事发当下正好接近 银楼大洋时间 嫌犯趁业者忙着收店 下手行抢 警方指出 已经锁定两名嫌犯特征 扩大调阅监视器 巡线追捕 大胆嫌犯持狼头抢黄金 下坏点家 记者彭志明韩志行 王柏英苗栏方报导 好 接下来再次提醒大家 这是诈骗 高雄又有爸爸接到女儿 在哭的电话说 他赶紧会65万 还好挡下来 你今天怎样要做到 别人在捐抗我 我会生气 谁在捐抗 别人都会让我 银行就名男子 急着协会款单 金额多达65万 看到警方还非常抗拒 他说因为女儿被绑架了 然后他讲话声音 跟我女儿是一模一样 电话打来是女儿的声音 哭哭啼啼 对方说在台北 替人作宝 要交付65万采放人 电话还传出气力哭喊 眼看爸爸越来越急 警方赶快联系女儿 打开视讯 喂 你现在在哪边 你看这是你爸爸 我们是警察 你爸爸刚才接到电话诈骗 说你在台北帮人作宝被打 没有 没事 在电话那头还可以听到 女子欺欲的哭喊声 如果接获陌生 不明来电的话 务必要遵循 一听二挂三查证 远警了解后 研判这就是诈骗集团收法 爸爸听到女儿哭喊声 也慌了 忘了先联系女儿 确认人在哪里 还好邻居先报警 即使找到人 才没让着急的父亲 把所有积蓄给汇出去 记者高雄众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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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